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大家有沒有發現共生公寓大爆發 身旁呢,可能有一些親朋好友開始投入這個產業 那為什麼大家對這個產業會這麼有興趣 歐瑪今天呢,除了會稍微分析一下共生公寓的商業模式 另外呢,還會介紹日本兩種最新種主題性的共生公寓 讓大家來看看,為什麼現在會這麼流行 大家可能會問,到底共生公寓模式跟我們傳統的這種出租亞房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過往如果三五好友去找這個一整層的住價 然後去做分租,大家主要是想要去分擔這個租金的部分 所以是想要去省錢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人呢,因為網路的興起 在網路上可以找到更適合的居住的同伴 所以大家其實願意付更高的租金 是去跟一群志從道合的人住在一起 並且把整個空間弄得美美的氛圍很好 那大家住在一起的話,一起去享受生活 所以它其實某程度上是一種體驗經濟 說到體驗經濟就不得不提到日本了 在日本,共生公寓非常盛行 也因此衍生出許多主題性的商機 像今天介紹的第一個 就是女生們聽了可能都會很想去體驗看看的減肥公寓 而且減越多,房租越便宜 這間位在大阪的減肥公寓主打女性透過住在一起 以群體的力量減肥 特別的是房租是以體重來計算 只要房客體重每下降一公斤,就可以減免一千日元 大概是台幣三百元左右 反之,如果體重增加,房租也要找得越多 所以,雖然房間內部只有三瓶大 但是呢,也吸引非常多的女房客搬進來 共用客廳使用的是可以抑制食欲的綠色牆面 給他們到舒服的沙發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健身器材 為的是強迫居住者運動 但業者也有一個絕招 就是在共用空間放一堆免費隨便吃的零食跟飲料 讓住戶學習如何杜絕這些誘惑外 同時當然也提高了降租金的門檻 另一間是位在東京的貓咪公寓 由動保團體與不動產租賃業者合作 為由養貓咪的租屋族量身打造 另外還有一種是想體驗養貓咪的民眾 也可以透過寄養義工的身份 領養動保團體提供的流浪貓 回到公寓飼養 貓咪在居住公寓期間的所有伙食 醫療等相關費用都需由租屋者來負擔 在貓咪的共生公寓中以貓為主角 因此居住者除了照顧自己的貓之外 有時還得幫忙照顧其他的貓室友 那看完以上兩個主題的共生公寓後 想想飛的朋友還有愛貓咪的朋友 是不是很想趕快住進來呢 那其實我覺得共生公寓有別於過往 它最大的不同在於 以往呢我們都是房子先弄好 然後再來找租客 現在呢我們透過網路先去找到 這個特定的社群 然後這些社群它們就有它們的需求在 那不論是房東或者是二房東 再就他們共同的需求去量身打造 再出租給他們 那其實這個就是共生公寓 它的最核心的概念 目前呢共生公寓是以月租模式為主 但是其他還有存在很多不同的商機 比如說達到一定規模量的話 它可以去做所謂的集體採購 或者是從原本的co-living 然後變化成co-working 甚至是從目前的月租模式 轉變成未來的旅館日租模式 所以其實呢它的這個整個商業模式的 變化性是非常多的 接下來呢我們會有機會去採訪 共生公寓界的領導品牌 然後帶大家來看看 這些領導品牌是怎麼看這個市場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鎖定我們的頻道哦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哦